盛夏时节南海之宾 2022年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 今天在海口拉开帷幕 吸引全球目光 今天我们的记者小静 就来到了肖博会的现场 咱就跟着他的镜头感受一下 经过两千多公里的飞行 我从济南到达海口 接着一张机票 我都明白了一个困扰我很久的问题 7月份的济南和海南到底哪个更热 答案是差不多 大达海南国际会展中心 碧海蓝天椰峰海运 想要进到肖博会现场 需要两样必需品 一个是媒体证件 另外一个是我的24小时保质期证明 第二届肖博会展览总面积10万平方米 比首届增加了2万平方米 其中国际展区吸引了来自61个国家 和地区的1600多个品牌参展 预计有600多个新品首发首秀 国内展区则吸引了1200多个国内品牌参展 其中增设5000平方米的国货精品馆 在巨大的展馆里逛了一圈 看到咱们豪品山东的展本就知道是到家了 那在这次教博会上呢 咱们山东也是从全省精选了20多家的企业参展 涵盖了像粮油食品酒水饮料 包括工艺美术等等 走进去就可以看到熟悉的像东欧娇 锦阳钢酒啊还有咱们的德州排鸡等等 大部分都是中华老字号和山东老字号 好嘞 这个非常挂杯 这个酒呢也是12987的一个工艺 感觉怎么样 酱味很浓 酱味很浓 对 我们这个要比这一款产品添加了这个白花舌草 添加了25% 山东这个是一个食品大神 也是工业大神 但同时也是一些文化大神 所以说你看我们的工艺品呢 它都有绝对的这种地域代表性 包括我们的美食像德州排鸡啊 像我们的这些那个周生烧饼啊 他们这些类型都是这些代表性的品牌 而工艺品类的不管是我们的银壶啊 铁壶啊 还有我们的鲁锦啊鲁壶这些方面 都是一些代表性的 所以说这就使我们更容易走出来 更容易对企业的品牌推荐 更能够帮助它进行很有力的市场推广 因为这个平台啊 可以说属于全国也属于全球 所以说我们很难得 能在这个这么大的平台上 遇到这么多优质的客户 通过这个优质的客户 我觉得和我们和他的合作 加深和他的合作 把我们的产品追溯去 同时呢 也通过我们山东的这种 长大交费市场 把全球乃至全国的一些经济 吸引到我们山东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